所以新節目就是 那我剛剛因為要過來 delay了幾分鐘 就是跟我們這個 大家確認一下 我要講囉 講啊 講 對 就有一個新的節目 就是跟Sandy 吳山魯小姐 然後我們兩個搭檔來露出 那這個節目叫做 小明星大跟班 製作人啊 李國強啊 小詹啊 然後那個 韋鐘哥啊 然後我們拍照莫名其妙 怎麼會拍下一張 好像搞笑團體 第一集我要叫他們通通上 因為就叫小明星大跟班 這後面就加起來 應該是一張 新節目不會緊張 對 原來不是講嘛 以前我們就在開玩笑說 那不如就開一個這個乾隆駕道 連對媒體朋友開玩笑的話 都已經想好了 啊 乾隆駕道 那你是不是當人家的孫子嘛 對不對 康熙是爺爺啊 對 康熙嘛 然後才來乾隆 所以我們等於是孫子 我說那有什麼關係 老二哲學嘛 對不對 當人家孫子有什麼關係 那大家都沒有想過嗎 康熙如果沒有掛的話 乾隆怎麼駕道 以前跟你們講說 憲哥真的這個名陽 海內外 到處亂紅 你們就台灣沒有節目了 什麼害我氣了 我又在台灣開節目 我就已經跟你們講了 台灣節目越多 就是因為越不紅嘛 才會台灣節目越多嘛 現在這個話是不是應驗了 對啊 那沒有辦法啊 你看現在康永哥一個都沒有 他很紅啊 那好死不死呢 我們家是肯定上輩子做壞事 這輩子才會做電視 他媽媽說如果女兒再跟我一樣 從事這個行業的話 那乾脆這個家 我們就把它拆開來居住 媽媽說你要養那麼大 跑到美國去讀書 讀了幾年就說回來 然後現在又要到北京 到什麼地方去錄影 那笑話嘛 那馬上就要嫁人了 我說才幾歲 24 25嘛 對不對 這邊 這邊 好 他說彩排時間已經沒有了 所以叫我們盡快簽署 好好好 他說彩排時間已經沒有了 所以叫我們盡快簽署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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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像兄弟 不像我 放後手放後手 憲哥像少肉 沒有 沒有啊 憲哥在這邊 這邊 揮個手揮個手 從來沒有貴 每一米都這麼小 來 謝謝 來 來這裡 來這裡 我看一下鏡頭好不好 謝謝 憲哥 憲哥 一起 我看見到我 現在 再 謝謝 請 請